- 新闻- 挖挖- 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宇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挖挖- 挖- 為您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 资深的媒体工作者 王瑞德先生 第二位是部落客 本身是研究中国文学的 于峰先生 他也是绰号叫南极冰鱼 本身对隧道公路有莫名的兴趣 写了很多的文章 好 还有一位是难得 在没有土石榴的情况之下 来到我们的现场 这位是新北市土木器 是工会理事长 于烈于理事长 还有一位是 看得到意义的想得鬼 旅游作家刘川玉先生 好 另外一位是媒体工作者 陈玲玲小姐 欢迎五位特别来宾 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 那么隧道公路传奇 这真的是生死一线间 贴着墙壁逃过一劫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们是从这个 新闻报道里面看到的是 有人去过这个隧道吗 台车通过 就是新北市台62甲线3号隧道 是去年12月才全线通车 宇峰 你这条你有去过吗 有有有去过 它是队到队里的 跟大家说一下好吗 它从那个瑞藩一直到基隆港 因为基隆它本身有两条连外的货柜车专用道 那一条是台二极线在西边 一条是东边 它没多久之前才通车的 那其实在这个山区公路 像台62线62甲线 它隧道其实非常的多 因为那个地方山区很多 所以隧道很多 一座接一座 那有时候在那个 有时候亮啊 暗啊 在这种忽明忽暗灯灯情况下 那这个意外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来我们这边有个图解 来瑞德 赶紧盖水解好吗 对 它事实上 贴墙壁的在哪里 贴墙壁事实上这个是不同的 这一台最主要是这台卡车 这台卡车 你本来是一台车在里面 对没有错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 加东警察在这里处理事情 他在处理一个车祸 然后这一位等于说 加东警察呢 他就走过来 要放那个警示的嘛 那个警示的东西嘛 那这台卡车 他要进来的时候 应该是根据那个 等于说我们的那个 他有速限对不对 对 那因为它是一个转弯的地方 他要进来的时候 他这台车太快 车速太快 因为他没有喝酒嘛 经过测酒测他没有喝酒 他应该是单纯的车速过快 车速过快慢进来的时候 慢不进来 没有办法全部都进来 因为转弯 因为转弯 然后它车速又过快 他不知道里面是弯的 很可能知道 可是它车速还是太快 你知道吗 因为这条 这条是其实事实上 基本上都知道 都知道 但是有时候就是开太快 营业驾驶 没错 有时候营业车 有时候会太有自信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隧道 也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种卡车 所以如果是说 如果里面不是处理车 它有可能就没事情 但是它 车子还是扳不过来 因为如果按照它的车速 我们根据影带 可以看得到 它里面的时候 就整个都歪掉了 因为它后面还有一个地方 它扳不过来的时候 它只好去撞山壁 所以根据司机讲说 它只好去撞山壁 撞山壁 然后它就断去断去 就弹过去 那其实这个几个家政警察看到以后 就已经有做闪躲的动作了 两个躲在这里 没有错 可是因为它站在最前面 它也有稍微闪躲 已经没有了 因为没有人料得到说 因为你要知道 从隧道里面是暗的 虽然有灯光 还是暗的 你知道吗 你没有想到车子会整个礼拜后 整个往你这个地方弹过来 所以当然这两个都是 都是尽量往山壁靠的时候 没有错 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 其中有一个后来是 没有 它不是往山壁 其实它在那边 其实有一个人形步道 对不对 就上面 旁边有一个人形步道可以走的 好像应该差不多一公尺 差不多 它有站上去 贴着墙壁 它还是被它的车头甩到 对 因为最主要它就是 另外一个也是贴着墙壁 对 因为脚踢的关系 对啊 它是述到 另外那个警察没有述到 所以那个警察说 他当时只能贴着墙壁 生死完全死 因为很瞬间 高雄的 因为你在那种状况下 正常躲避的方式 就是贴着山壁 然后要不然 因为你 你拍着也不败 而且有风险 所以通常就会紧贴着山壁 所以他们是去处理 头前 发生的一个 车好 我这事 车子故障 太阳瑞德我来补充一下 这台车 这辆车它也去撞到山壁 它车祸 车祸以后 警察就来处理 所以警车放在这里 警车放在这里 你看上面会一闪一闪 对 这警察呢 停在这辆车的后面之后 警察再走过来这里 他要放这个警示 警示器 放三角锥 对啊 三角锥警示器 但是他们又驟到处理的时候 这一辆大卡车 其实这应该算连结车 他就撞一摆了 二摆 二摆之后他车速应该太快 太快不浮 因为他看到三角锥又看到警车一闪一闪 他知道说前面有事故 刹车的时候已经没有 所以他去撞山壁 你看他是对象 对象之后再撞过来 在这里撞几个遍 结果他这个什么 这个车头这里 去捎到外侧这个阶段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在发生 我们在发现前面有状况 又在隧道里面 你看到三角锥 到前面有车和上车 我在想这个刹车 他第一动作一定是满反倒的车 方向盘就左转 你知道吗 所以左转就撞到这边的山壁 再砍到那边去 因为这样子的高速的情况之下 因为他看到前面有状况 他紧急刹车的时候 没有错 就开始扭了 方向盘还刷了 而且你真的生死了三公分 对啊 三公分 差不多 差不多 三个都贴着墙壁 对啊 这个警察让车到整个都开放一些骨折 里面都出血 亦是这个昏明这样 三个便宜就不急了 我请教一下余里士长 他这个 这是 隧道一定会这样的 转弯的 转弯的地方 所以视线不说太好 对 那么 由这个车祸看两个要件 一个是因为转弯 一个车速太快 我们在山区在打隧道 跟打公路不一样 每个隧道货道都死不了 有一种说法就是 这些人要投胎转视嘛 所以在隧道里面 老实说不管是在市缸 或是在开车都要特别小心 跟我们说比较阴 比较阴 因为这条雪岁 泡完后死几十个人 过去我也打过隧道 我们在隧道很奇怪的 我在泡在隧道转弯 我们理论上现在开车 那些蜿蜜 走一转 我们头上有钢管 钢管是沿着地面跑的 它既然可以沿着 去弄掉钢管 转一个像插边球一样 切过来打中一个工人 你就当成就死掉了 所以理论上差不多 很难闻 差不多不能说 照说这转弯嘛 你开车怎么会炸到 因为它躲在转弯的地方 都不行 所以隧道本来就有很多 比较奇怪的事情 你有遇过 有 就是我自己做的 等一下如果有机会 再谈几件 没有等一下 你现在就讲啊 我刚才讲啊 我刚才一家民国七十 我已经七十一了 七十二 双十节 我打这条清水 这条就对直坛打到秀郎桥头 这条是什么 我们的汽车市的水已经好了 要送来 不必是让我们喝的水 对吧 我们那种种种种 放在秀郎桥头 上面是忘了 我们很怕溪人的水 走在那里 所以我们的重点 都卡在那个防水磨 所以你今天看 湿水会渗透 对 所以我们重点放在那边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 太重 七公里 所以我们经过一些工作民 我会去一边是国庆假如 休息 但我们的时间都没停 一天早上到十点 刚才靠电话说 哎呀 隧道抽新 什么又抽新的就是说 我们已经打到那几百公司 有台湾在洞口去的 没完整个地方来 有三个人去 在里面 在里面要救出来 那就是旷災这样 对 那如果没有救出来呢 又三条人命 当然这个事情 我们花了三天的时间 把它救出来 你如果像这些人要怎么处理 我们的鸟班很厉害 他的鸟鸟鸟鸟的替工 用理的突入鸟 将它吵过 吵过帮来这堂 通常你知道吗 空气 第一空气 第一 举他对话 有他的恐惧 让他生意有空气 让我们就有三天的时间 你的替工吵下去 怎么够干扮呢 没有 当然是 头上有砍掉嘛 他也很有经验 看下去而已 趕快拿去拿去 就空氣 所以我們就有三天的時間可以救人 所以在打隧道的時候 所以那就必須是 這邊攤掉 裡面還有空間喔 對 當然 裡面都有空間了 這條隧道都... 所以三個人進來裡面多久 三個天我們在叫出來 三個天裡面沒有食物就對了 沒有食物啊 但因為 都有帶一些水 帶一些東西在裡面 所以打隧道 這種意外事故是很正常 等於一條隧道泡完 沒有人比較特殊 你剛才說抓狗體 你有相信抓狗體的事情嗎 當然是 不要說迷信啦 不過就是很奇怪就是這樣 就是巧合 你要尋過什麼 我不要尋過 但是喔 剛才傳到這個隧道 剛才這個隧道 當然你說 如果抓到的可能就沒問題了 抓到的機率不管你超出或什麼 比較沒問題 偏偏很多 很多這個隧道 因為你要打開那個坡 現在我先知道這個六十號假線 那一段你會記得 國道三號嗎 大佐山 這段都是順向坡 這段的地圖條例很糟 所以它為了要避開 它很多一定要轉彎 就是這個 偷拍義文啦 不要再走路 不要買我兩個轉彎 兩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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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八字 真的八字